太尉满子组织起部队,赶去与明军作战,此时的明军正是士气高涨,他们为了找到这些冤家,在沙漠里吃尽了苦头受够了泪,好不容易找到了对手,积蓄多日的怒火终于发泄出来了,个个是一一档石,而援军没有提防,很多人还在饮酒作乐,哪里是他们的对手? 明军是时而分散,时而集中,把援军大营冲成几段,赶杀来不及上马的援军,太尉满子手忙脚乱疲于应付,正在他指挥抵挡明军的时候,一个明军的士兵赶到他的身后,狠狠的就给了他一刀,这位清醒的抵抗者就此沉睡了。 满子死后,援军更是大乱,没有人再想去组织反击,大家是一哄而散,正所谓兵败如山倒,你跑,我也跑。 托古斯帖木尔在营帐内还在喝酒,忽然听见营外大乱,顿时他就慌了手脚了。 哎,逃跑也是要天分的,要先强马匹,看准位置,然后突然冲出,才算大功告成。 在这方面,王宝宝可算是个行家,可惜托古斯帖木尔没有王宝宝逃跑的天赋和从容, 慌乱之中只带走了自己的长子天宝奴和丞相失恋门,把老婆和次子地宝奴及十多万部队都留给了明军。 这回,老底是彻底赔光了,明军继续追赶着慌乱的援军,在他们的心目中,似乎没有脚枪不杀这一说,只是挥舞马刀四处乱砍。 北援军队完全陷入混乱,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每一个人。 他们本是英勇的战士,他们曾经纵横天下,但现在变成了待宰的羔羊。 皇帝已经跑了,统帅也死了,抵抗还有什么用呢? 很多人就这样放下了武器,监牢里的犯毕竟也是犯,就这么着吧。 当兰玉来到北援军营的时候,他看到的是成群的俘虏和牛羊,是垂头丧气的北援贵族,这是一场真正而彻底的胜利。 兰玉遥望天际,仰天长笑,呼喊着长玉春的名字, 伯仁,这长玉春的字叫伯仁,伯仁,终平已,不复此生,这意思是什么呢? 就是说呀,大哥,我终于把北援扫平了,不白活一回呀! 补鱼尔海战役就此结束了,此战彻底歼灭了北援的武装力量, 俘虏北援皇帝次子帝宝奴,太子妃并公主内眷等一百余人, 王公贵族三千余人,士兵是七万余人, 牛羊十余万头,缴获元朝皇帝使用了上百年的玉玺, 以往啊,无论元朝统治者如何败退, 每次逃跑时,起码还带着印,就是这个玉玺, 从大都到上都,从印昌到河林,再到补鱼尔海, 别管多差的地方,支个帐篷就能成立临时政府, 大臣那是现成的,抓走一批,再任命一批, 这次啊,连印都丢了,这套把戏也就不用再演了, 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那里, 朱元璋啊,并没有大臣们想象中的兴奋和欣喜, 而是在龙椅上默默地坐着, 二十年的努力, 二十年的战争太长了, 长得似乎永远没有尽头, 现在终于结束了, 我的敌人崩溃了, 和平和安宁将降临我的帝国和我的臣民, 兰玉, 你没有辜负我的希望, 朱元璋看着满朝文武说出了他一生中对部下将领的最高评价, 兰玉就是我的重卿要师啊, 兰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, 带领着十余万大军深入不毛之地奋勇作战, 彻底击溃了北援, 完成了他的先辈没有完成的伟大工业, 他确实无愧于这一评价, 逃亡中的托古斯帖木尔可没有朱元璋和兰玉那样的欢快的心情, 他的军队没有了, 大臣没有了, 甚至他的亲人也不在了, 环顾身边只剩下了太子天宝奴, 支愿捏切来和丞相失恋门, 十多万大军仅剩数十人, 没有了臣民, 没有了士兵, 本钱没有了, 再也不能去干打劫的买卖, 为什么会失败呢? 如果再走远一点, 如果天气不是那么差, 如果不是有风沙, 如果能多种点树, 搞好环境保护, 如果, 还有如果, 我, 我会失败吗? 唉, 说这些都没用了, 先到河林吧, 王宝宝能在那里东山再起, 我也可以, 只要重整旗鼓, 我一定能重振元朝, 恢复我祖先的光荣, 但这个梦想, 在他还没有到达目的地, 就中途破灭了, 梦想破灭的地方, 叫土腊河, 托古斯帖木尔, 在这里, 遇到了一个叫, 耶稣蝶儿的蒙古人, 正是这个蒙古人, 终结了北原王朝, 耶稣蝶儿到底是什么人呢? 我们啊, 还要从一百多年前说起, 公元一二五九年, 蒙古大汗蒙哥率军攻打钓鱼城, 出乎他意料的是, 城池没有攻下, 自己却被城中发射的炮石击伤, 再加上水土不服, 不久啊, 就死去了, 蒙哥的死造成了一连串的后果, 正在攻打南宋的忽必烈, 立刻收兵回去争夺韩魏, 而他的竞争者, 就是自己的弟弟阿里布戈, 在这场王位争夺战中, 阿里布戈战败, 被囚禁而死, 忽必烈最终成为了元朝的开国皇帝, 他胜利了, 他的胜利延续了上百年, 即使在被明军赶出中原之后, 他的子孙始终牢牢地把握着至高无上的大寒之位, 但失败者是不会永远失败的, 忽必烈的胜利在土腊河结束了, 结束他的就是阿里布戈的子孙耶稣迭尔, 他十分干净利落地杀死了托古斯帖木尔和他的儿子天宝奴, 并夺走了大寒的宝座, 这个耶稣迭尔是托古斯帖木尔的亲戚, 一百多年过去了, 他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, 仇恨往往比爱更有生命力, 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了这一点, 耶稣迭尔杀死托古斯帖木尔后, 自己当上了蒙古大汗, 称卓里克图汗, 但他的胜利也没有延续多久, 不久死去, 而死亡的魔咒似乎就此, 浮在了黄金家族的身上, 他的继任者也都在登基不久后就死掉了, 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者, 昆帖木尔死于建文四年, 也就是1402年, 他的部将鬼力赤篡夺了韩位, 取消了元的国号, 恢复了达旦的古称, 元朝就此灭亡了, 黄金家族的光辉消散了, 196年前, 铁木真在沃南河, 进蒙古鄂嫩河召开大会, 他豪情万丈的看着沉浮于他的诸侯, 大声宣告自己集蒙古国大汗位, 他从此成为了蒙古的统治者, 铁木真这个名字不再被人们提起, 取而代之的是伟大的成吉思汗, 这个名字从此想遍了整个世界, 从东亚到中亚, 西亚再到东欧, 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和他的士兵们, 呼喊着这个伟大的名字, 征战全世界, 横跨欧亚的帝国就此建立, 然而还不到两百年, 这个大帝国和统治帝国的家族就此衰败了, 只剩下了捕鱼尔海的逃亡, 土腊河的背叛和谋杀, 和那西洋下形单影之的身影, 结束了, 一切都结束了, 蓝玉开始班师, 这一战时他的名望达到了顶峰, 从此他不会再被人说成是徐达第二, 或者长玉春第二, 他的名字将和这些名将一起被人们所传送, 捕鱼尔海战役是蓝玉一生的最高点, 但在此之后他却频频出错, 接连走出几部昏招, 最终走向了毁灭的终点, 这个昏招啊, 是围棋用语,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? 是指高明的棋手出现不该有的错误, 把这个词用在蓝玉身上, 是很合适的, 离开战场后, 这位英明神武的大将军, 似乎就和任意妄为这个词, 结下了不解之缘, 在班师途中, 蓝玉干出了一件颇为让人不齿的事情, 他欺负了北原皇帝的老婆, 而这位女性性情也甚是刚烈, 立刻就自杀了, 蓝玉的行为违反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, 也十分不得人心, 朱元璋很是愤怒, 但由于考虑到蓝玉功劳很大, 便没有去更深地追究他, 可蓝玉呢, 却以为这是默许的表现, 就更加猖狂起来了, 在他率领部队班师, 经过洗封关口的时候, 由于已经是黑夜, 守官的官员休息了, 听到有人叫官, 就立刻跑去开门, 而蓝玉却干出了谁也想不到的事情, 他命令自己的士兵攻打关口, 攻破城墙, 抢行闯入, 还颇为洋洋自得, 这就太过分了, 守官的官员也是人呢, 人家已经跑去开门了, 而你连一会儿都不愿意等, 难道你是赶着去救火不成? 这两件事让朱元璋是十分恼火, 他原来准备封蓝玉为梁国公, 为了警告蓝玉, 他把这个梁国公动梁的梁字, 改成了冰梁的梁字, 大家伙从中也可以看出朱元璋对蓝玉态度的转变, 按说蓝玉无论如何也应该有所警觉了, 但他却注定是个有两分颜色就要开染防的人, 不但继续放任自己的行为, 居然还把手伸到了军权上, 他不经过朱元璋的允许, 在军队中任命自己的亲信官员, 布置自己的势力, 这一切自然不会逃过锦衣卫的眼睛, 于是朱元璋开始考虑怎么处理这个胡维庸第二了, 蓝玉啊, 是一个优秀的将领, 在获得成功之后, 做出如此多不法的事情, 似乎是难以理解的, 其实啊, 只要联系我前面提到过的纳哈初投降事件, 就能合理的解释蓝玉的行为, 从宴请纳哈初时的傲慢, 到喜丰观的骄狂, 我们可以给蓝玉下一个结论, 那就是, 这是个粗人, 所谓粗人, 不是指他没有文化或是行为粗鲁, 而是指他的行为欠考虑, 为人处事, 不通人情, 属于那种啊, 想了就干, 干了在想的人, 其实他的性格一向如此, 就算不在这件事情上犯错误, 迟早也会在那件事情上捅楼子, 这就是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, 而关键问题在于, 蓝玉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, 在很大程度上, 他的生死只取决于朱元璋的容忍和耐心, 蓝玉啊, 很快就犯了新的错误, 朱元璋考虑到蓝玉的功劳, 破例封给他太子太父的官衔, 我前面已经说过, 这是个从医品官职, 一般官员那只有在梦里才能得到, 可以说已经是位极人臣了, 而蓝玉就像吃错了药似的, 居然在很多人面前大叫, 以我的功劳, 难道不能给个太师吗? 这就不是要求进步了, 这是什么? 事嫌自己活得太长, 朱元璋是再也不能忍受, 如果他还能忍, 他就不是朱元璋了, 他又一次亮出了头盗, 需要说明的是, 在历史上蓝玉被杀的原因,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, 据明通剑记载, 蓝玉被杀和燕王朱棣有莫大的关系,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, 他的行事方法和手段都很接近朱元璋, 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最像朱元璋, 此人后来的故事, 大家应该也有所了解, 这里咱们先不说他, 蓝玉是长玉春的内地, 而长玉春的女儿又是太子朱镖的妃子, 所以蓝玉和太子的关系很好, 在出征纳哈初回来后, 这位仁兄就找到了太子, 对太子说呀, 燕王不是一般人, 迟早是要造反的, 我找人忘过他的气, 有天子气象, 你一定要小心, 要说这蓝玉算是够朋友, 把这些话对太子说了, 只是希望太子小心, 但他忘记了一句成语, 书不见亲, 你蓝玉最多不过是个外戚, 怎么能和亲兄弟比呢? 太子后来在闲聊时, 就把蓝玉对他说的话呀, 告诉了燕王朱棣, 于是朱棣便狠狠地告了蓝玉一状, 朱元璋在朱棣的挑拨下, 才对蓝玉动手,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, 在我看来蓝玉被杀的主要原因, 应该还是他的骄纵不法, 无论如何, 朱元璋决定要对蓝玉下手了, 既然决定动手, 要先给蓝玉一个罪名, 毕竟这程序还是要走的嘛, 总不能无缘无故就拉出去把头砍了, 如果要告蓝玉小偷小摸, 应该不会有人相信, 而当时包二奶等生活作风问题, 似乎还是一种荣耀, 不能成为理由, 看来啊, 还是谋反这个罪名好一点, 标题性末, 主题鲜明, 且方便实用, 一看就懂, 红武二十六年二月, 锦衣卫的一个指挥叫蒋桓, 就告发蓝玉谋反, 红武四大案的最后一案, 蓝玉案, 终于拉开了序幕, 无数人头即将落地, 锦衣卫告发后, 朱元长很快就逮捕了蓝玉, 并将他下狱审理, 公正的说呀, 蓝玉狂妄不法是有实据的, 但谋反实在是没有真凭实据, 作为一个新贵将领, 没有身后的根基, 没有充足的准备, 蓝玉是不敢造反的,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, 估计蓝玉在牢里是挨了不少黑棍的, 因为这个本来没有谋反打算的人啊, 居然写出了长篇供词, 不但说明了自己造反的企图, 还供出了企图谋反的方式地点, 既然蓝玉招任了, 那就杀了蓝玉结案吧, 可就如前面所说, 如果朱元璋真的这样做了, 他也就不是朱元璋了, 但凡谋反, 肯定不会只有一个人的, 这就是线索, 就要查下去, 于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就都出来了, 锦衣卫搞这一套也是十分有经验的, 具体操作的过程及方法, 请大伙参见胡维庸案件, 最后一共搞出了多少人呢? 经查, 蓝玉同党共一万五千人, 蓝玉本人被灭族, 因此案被杀的共有一个公爵, 十三个侯爵, 两个伯爵, 各级官员那就更多, 那些在胡维庸案中幸存下来的人, 曾经是心存侥幸, 但他们不会想到的是自己也不过多活了十几年而已, 终究没有逃过这一刀, 这些因为蓝玉案被杀的人死后也没有得到安息, 他们的名字被编为逆尘录, 我估计了一下, 如果列出一万五千人的名字, 这份逆尘录大概在三万字到七万五千字左右, 赶得上一份硕士论文的字数了, 但这篇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, 文章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用邪写成的, 蓝玉案把洪武年间的功臣肃将几乎是一扫而空, 从洪武十三年的胡维庸开始, 到此也应该告一段落了, 该杀的杀了, 不该杀的也杀了, 大家歇歇吧, 蓝玉的一生是极富戏剧性的, 他的前半生一直笼罩在名将的阴影中, 没有太多表现的机会, 历史并没有亏待他, 在他的后半生让他成为了主角, 建立了自己的工业, 却又在他最初风头的时候将他拉下马, 难道这是天意吗? 在蓝玉案中, 朱元璋挥动屠刀,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, 其实大家也可以想到, 杀掉一个小小的蓝玉, 何必要牵连这么多的人呢? 而且蓝玉并不是胡维庸, 他的同党并不多, 朱元璋却不断地把很多无辜的人, 当作蓝玉的同党杀掉, 这就值得我们细细地去分析了, 朱元璋行为的背后, 到底隐藏着什么目的? 蓝玉案件发生的时间, 是在红武26年2月, 我们以此为线索, 看看在这一年的前后, 出现过什么事件, 这些事件应该对蓝玉案的处理, 有着深远的影响,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和分析后, 我找到了自己的答案, 史料记载, 红武25年4月, 太子朱镖并亡, 其子朱允文, 即太子位, 如果联系起来, 仔细思考一下, 朱元璋的行为, 也就不难理解了, 朱镖是朱元璋的长子, 但并非嫡子, 朱元璋却早早地将他立为太子, 可见他对朱镖是很满意的, 朱元璋对朱镖的深厚感情, 使得他在朱镖死后, 选择了朱镖的儿子朱允文, 继承皇位, 这个选择应该说也是不错的,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, 朱允文也是个很好的继承人, 但问题在于, 朱允文太小了, 他不像自己的父亲, 经历过开国时期艰苦的考验, 也没有驾驭群臣的手段, 蓝玉这一批开国功臣, 文韬武略是能谋善断, 只有朱元璋能够控制他们, 朱镖也还算有点违信, 用俗话说, 就是还勉强能压得住镇, 但朱允文就完全没办法了, 朱元璋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, 岂能拱手让人, 梁公走狗之类的, 要先清理干净, 这样才能保证朱允文的皇位, 现代的史书, 对朱元璋杀功臣的动机目的, 也基本持上述观点, 朱元璋杀掉了那些能干的大臣, 但他还要考虑到, 必须有人去保卫国家, 而那些未经历过战争考验的书呆子, 是不能完成这一使命的, 朱元璋完美地解决了这一矛盾, 至少朱元璋他自己这样认为, 他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分封到了各地, 这些人历史上称为藩王, 允许他们拥有军队, 我们不得不佩服朱元璋, 他也想到了这几个藩王, 有可能会造反, 于是啊, 他创造了一整套制度, 来制衡各藩王的权利, 这一制度, 我们将在后面详细的介绍, 应该说, 他制定的藩王制衡体系, 相当完善, 但并不完美, 再仔细的人, 也会有疏漏, 朱元璋也不例外, 他的这个体系, 有一个微小的漏洞, 后来的事实证明, 这个漏洞虽小, 却是指命的, 还有另一个故事, 也可以说明朱元璋杀害功臣的动机, 有一回, 朱元璋又要杀掉大批功臣, 朱镖啊, 看不过眼了, 就劝他, 说陛下杀人太多, 恐伤了和气, 朱元璋没有作声, 叫人啊, 找了一根带刺的木棍, 丢在了朱镖的面前, 让朱镖去捡, 朱镖也不是白痴啊, 看见有刺, 自然不动手, 朱元璋冷冷的看着他说, 我杀人, 就是要替你拔掉这根木棍上的刺, 这些都是危险人物, 这件事情很清楚地说明了朱元璋的动机, 但这个故事啊, 还有下半部分, 从这一部分里, 我们能够了解朱镖是怎样的一个人, 出乎朱元璋意料的是, 他的口气并没有吓到朱镖, 这个平时说话轻声细语的儿子, 居然敢反驳老子, 而且话说的十分难听, 朱镖以同样冷淡的口气说道, 皇帝是姚舜一样贤德的君主, 大臣才会是拥护姚舜的臣民, 哎呦, 这一句话的分量实在是太重, 隐含的意思就是, 有什么样的皇帝, 就会有什么样的臣子, 你自己不贤明, 怎么能够怪大臣呢? 朱元璋被惊呆了, 这个老实巴交的儿子, 居然敢挖苦自己, 他是勃然大怒, 拿出当年打天下的气势, 随手操起武器, 一把座椅就朝这个太子狂躺就扔过去了, 朱镖伸手敏捷躲了过去, 但朱元璋的这一板砖, 还是让他吓得不轻, 回去就生了重病。 从这个故事里, 我们可以看出, 朱镖确实是一个仁慈的君主, 而且他敢于坚持原则, 属于外柔内刚的性格, 朱元璋一生看人都很有一套, 他选择的这个继承人也应该是相当不错的。 我们从朱镖的话语里可以看出他有着卓越的见识, 那一句, 皇帝是姚舜一样贤德的君主, 大臣才会是拥护姚舜的臣民, 实在是很有见地。 如果后来的崇祯皇帝能够懂得这一点, 他的天下可能不会丢得这么快, 更不会发出大臣解渴杀的感叹了吧。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 朱镖都是理想的继承人, 他自幼跟随朱元璋, 千功待人和大臣有着良好的关系, 见识过腥风血雨而处遍不惊, 有着丰富的处理政务的经验。 朱元璋对朱镖也很重视, 他在红武十年、1377年, 已经将很多政务交给朱镖处理, 并告诉了朱镖处理国家大事的四字诀, 人、名、秦、断, 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朱镖的身上。 可以说, 当时的朱元璋最信任的只有两个人, 一个是马皇后, 另一个就是太子朱镖。 然而上天似乎是要惩罚朱元璋, 朱镖比朱元璋更早的去世了, 这个噩耗彻底摧垮了朱元璋, 他不顾大臣的劝阳将皇位传给了年纪尚小的朱允文。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朱镖这个儿子的感情之深。 然而在某些史料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,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记载朱元璋世纪最重要的史料之一, 明太祖十路中是这样记载的。 首先还是老一套, 说朱镖刚生出来的时候啊, 到处冒光及五色满堂, 具体描述可以参考朱元璋出生记录。 然后说朱元璋十分喜欢朱镖, 不喜欢太子和太孙, 甚至说朱元璋屡次要改遗嘱, 临死前要传位给朱镖, 是被太子篡改皇帝遗诏阻止的。 这些情节我们都似曾相识, 没有什么新意, 但这毕竟是史料上的记载, 我们不得不慎重地进行分辨。 我们说过, 此书不但要叙述那段历史, 还会告诉大家一些分析历史的方法。 比如之前说过, 看一段史料, 先要辨明材料的作者是谁, 有什么倾向, 掌握了这个规律, 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。 所谓明石路, 是明朝史观的历史记录, 自永乐皇帝朱镖夺位后, 对前朝历史多有篡改, 已是不争的事实。 朱镖为了说明自己不是夺位, 对继承人的确定问题, 更是极为重视。 出现这些记载当不在意料之外。 而更具有说服力的是, 后世的史观及正统史料, 都没有采纳这些说法。 这些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们, 仔细分辨和筛选了史料, 他们对这些记载的态度, 是很能说明问题的。 根据以上情况, 我们应该可以推定, 朱镖和朱允文是当之无愧的继承者。 不可否认的是, 朱元璋和朱棣的性格和做事方法是很相像的, 但这并不能成为朱元璋想要传位给朱棣的证据。 事实上, 朱元璋后来已经认识到自己执政过于严蒙的问题, 他教导太子以仁治国, 并对早年政策多有修正。 朱元璋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, 他明白治国之道一张一驰的道理, 选择仁慈的朱镖为继承人是合情合理的。 朱镖是一个不幸的人, 他的一生都生活在朱元璋那庞大的身影中, 没有自治自觉的权利, 生命线也不长, 而他的儿子朱允文更是不幸, 这父子俩算得上是难兄难弟。 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了几百年, 黄沙早已经将那些旧式埋葬, 但我们还是应该从那些固执堆中找出真相, 还朱镖父子一个公道, 因为迟到的公道仍然是公道。 前面我介绍了朱元璋时代的一些重大事件, 现在可以对明初的制度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了, 这些制度对整个明代都有着深刻的影响, 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制度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, 而这个秘密就埋藏在朱元璋的心中。 说起法治建设, 大家可能很难把这个现代化的观点和封建君主联系起来, 但朱元璋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, 他不但制定了完备的法律, 还成功地普及了法律。 我以前说过, 朱元璋制定过大明律, 并规定了五种刑罚, 分别是赤杖徒留死, 翻译成现代语言, 就是小竹棍打人, 大木板打人, 有期徒刑, 流放, 死刑。 当然, 按照朱元璋的性格, 他是不会满足于这几种处罚方式的, 这五种只是正形, 另外还有很多花样, 以前也已经介绍过, 这里呢, 就不多说了。 在明初的普法教育中, 最重要的并不是大明律, 而是一本叫做大告的书。 这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呢? 为什么它比大明律还重要呢? 所谓大告, 是朱元璋采集一万多个罪犯的案例, 将其犯罪过程处罚方式编写成册, 广泛散发。 为什么朱元璋要推广大告, 而不是大明律呢? 只要细细分析, 我们就可以发现, 朱元璋确实是个厉害的人物。 根据法理学的分类, 大告采用了案例, 应属于判例法。 这么看来, 朱元璋还颇有点英美法系的倾向。 朱元璋正确地认识到, 要老百姓去背那些条文是不可能的, 而这些案例生动具体, 个个有名有姓, 老百姓吃完了饭, 可以当休闲读物来看, 就如同今天我们喜欢看那个侦破故事一样。 更重要的是, 里面还详细记述了对这些犯人所使用的各种酷刑, 如用这个铁刷子刮皮, 抽筋, 剥皮等特殊的艺术行为, 足可以让人把刚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, 然后发誓这辈子也不犯法。 把犯人的罪行和处罚方式写入大告, 并起到警示作用, 实在是一种创举, 但问题还是存在的, 因为当时的人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, 文盲占人口的大多数, 没有希望工程, 读过小学私塾的已经很不错了, 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, 城门口贴着一张布告, 一个人读无数人听, 并不是因为读的那个人口才很不错, 而是由于大家都不识字, 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, 老百姓文化低, 即使是通俗的案例, 也很难普及。 朱元璋再有办法也不能给那么多的老百姓去读去念呢, 这实在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, 但奇人就是奇人, 朱元璋用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解决了问题, 他的办法具体操作如下, 比如, 张三犯了罪, 应该处以刑罚, 县官已经定罪, 下一步, 本来应该是坐牢的去坐牢, 流放的去流放, 但差役却不忙, 他们还要办一件事, 那就是把张三压到他自己的家中去找一样东西, 找什么呢? 就是这本大告, 如果找到了, 那就恭喜张三了, 如果本来判的流放, 就不用去了, 回牢房坐牢, 如果是杀头的罪, 那就能捡一条命, 反之, 家里没有这本书, 那就完蛋了, 如果张三被判为流放罪, 差役就会先恭喜他, 省了一笔交通费, 然后拉出去咔嚓, 把他的脑袋咔嚓掉, 完事儿, 其实从情理上说, 家里有这本书, 说明是懂得法律的, 按照常规, 知法犯法, 应该是家中情结罪加一等, 不过呀, 在当时而言, 这也算是朱元璋能够想出来的最好的方法了, 朱元璋通过这种方式, 成功的普及了法典, 虽然具体效果不一定很好, 但他毕竟做出了尝试, 在红武年间, 朱元璋还规定了很多奇怪的制度, 如果要是都写出来, 估计啊, 那得十几万字, 这里呢, 只简单介绍其中的几种, 不要小看这些制度, 这些制度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含义, 那个时候, 人去世是不能随便说死的, 要先看人的身份, 具体的规定如下, 皇帝死称崩, 公侯贵妻死称轰, 大臣死称族, 普通官吏死称不禄, 老百姓死才称死, 这个规定给人们制造了很多麻烦, 比如, 有个官员死了, 摆出灵堂, 众人来祭拜, 当时流行搞壮门丧, 所谓壮门丧啊, 是指祭拜的人和死掉的人不熟, 有的根本就不认识, 但同朝为官, 死者为大, 无论好坏都去拜一拜, 进到灵堂, 看清神位位置, 如果不认识这个人, 就要先记住神位上的名字, 然后跪地大哭, 某某兄啊, 某某兄, 你怎么就死了呀, 兄弟我晚来了一步啊, 如果你这样说了, 大家就会怀疑你是来砸场子的, 你祭拜的是官员, 怎么能用老百姓的说法呢, 正确的方法是这样的, 进到灵堂, 先去问家属, 您家老爷官居何职, 家属回答, 我家老爷原是兵部无选四郎中, 这是心里就有底了, 这是个无品官, 该用足, 那就拜吧, 别忙, 还要再问一句, 您家老爷可有世息爵位啊, 家属回答, 我家老爷息伯爵位, 还是仔细点好啊, 差点就用错了, 这时才能去神位前跪地大哭, 某某兄啊, 你怎么就轰了啊, 兄弟我晚来一步啊, 大公告成, 真累啊, 其实称呼上的规定前朝也有, 但并没有认真执行过, 而在洪武年间, 如果违反这些制度规定, 是会有大麻烦的, 除了称呼以外啊, 当时的老百姓按职业, 也被分成了几个种类, 大致分为是民户, 军户, 将户, 民户包括儒户, 就是读书人, 医户等, 军户包括校尉, 历士, 工兵, 铺兵等, 将户分为工匠户, 厨艺户, 裁缝户等, 这些户籍的划分是很严格的, 主要是为了用人方便, 要打仗就召集军户, 要修工程就召集降户, 看上去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, 但其实缺陷很大, 比如你是军户, 你的儿子也一定要是军户, 那万一没有儿子呢? 这个简单, 看你的亲戚里有没有男丁, 随便拉一个来冲树, 如果你连亲戚都没有, 那也不能算完, 总之你一定要找一个人来干军户, 拐来骗来上街随便拉, 那都可以, 去哪里找,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, 再比如, 你是降户中的厨艺户, 但你说你不懂厨艺, 那也不要紧, 人去了就行, 只要人数对得上就没问题, 反正你做的饭我也不吃, 谁吃了拉肚子我也不管, 我们可以看到, 这样的划分实在是不科学的, 不但民户军户这些大户之间不能转, 同一户内不同的职业也不能转, 万一打仗时要召集工兵户, 偏偏这些人从小没有练过拉弓, 那也没办法了, 每人给一把弓就上呗, 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是不能保证的, 又如召集医护, 如果召来的都是一些不懂医术的, 那可就要出人命了, 这是老百姓, 官员们也不轻松, 他们的衣服穿着和颜色搭配用料图案, 都有着严格的规定, 如违反是要杀头的, 比如, 朝服帽子上的梁术, 一品七梁, 二品六梁往下递减, 不能多也不能少, 这衣服是祭祀典礼要穿的, 平时上朝要穿公服, 公服的规定也极为复杂, 从一品到九品, 从文官到五官, 衣服颜色不同, 花纹不同, 花镜不同, 衣服上的补片也不同, 回家之后呢, 回家之后啊, 也不轻松, 不能穿睡衣之类的衣服走来走去, 要穿长服, 这长服也不能随便穿, 不同品级也有规定, 如腰带, 一品用玉, 二品用花膝, 如果你不小心穿了长服去上朝, 或是穿了公服去祭祀, 祭错了腰带, 穿了黄色内衣, 只要被人发现就是严重错误, 可能要杀头, 除了这些制度外, 朱元璋还为他的臣民们设置了严格的规定, 他贵为天子, 却给全国几乎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分好了工, 行政公务, 司法裁决, 仓储准备, 人口统计, 甚至连街道清洁都逐一分配到人, 不但如此, 他还详细说明工作该怎样去做, 相当于今天买电器时辅送的这个说明书, 一一列举, 唯恐不能穷尽, 如人口统计时, 要注意哪些事项, 如何进行核查, 隐瞒人口的常用手段等等, 都列明出来, 估计要是再详细点, 他还会规定清扫街道时怎样使用扫帚, 出门时该先卖哪只脚, 这样看来, 在朱元璋手下干活倒也不累, 相信只要不是白痴, 能看懂朱元璋配发的说明书, 都是能够干好工作的, 此外, 他还禁止农民进城打工, 规定所有老百姓, 只能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活动, 在所有的交通要道上设置了关卡, 人们要走出规定地域, 必须有官府开的录影, 这玩意儿可千万要说好, 如果丢了, 守关卡的士兵会直接把你当成逃犯, 抓走冲军, 想去的地方是去不成了, 家也不用回了, 很可能过那么几年, 这位丢了录影的兄弟, 也站在关卡当检察员了, 说到这里, 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了, 朱元璋要建立的是一个等级分明, 秩序严谨, 近乎僵化的社会结构, 在这个社会中, 农民只能种地, 商人只能经商, 官员按照规定干好自己的工作, 无论谁都不能越界, 军户, 民户, 降户的划分, 决定了在那个时代找工作, 从来都不是难题, 不用费尽心思设计什么简历, 洗干净脸, 打好领带去参加面试, 因为除了那些读书厉害的人之外, 所有人的工作都是在投胎的那一刻决定的, 你爹干嘛, 你也干嘛, 应该说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模型, 在这个模型中, 所有人都各司其职互不干扰, 他们就像无数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, 一同组成强大的明帝国, 这些制度之严密周到, 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堪称典范, 我们不得不佩服朱元璋, 他不但打下了江山, 还耗尽心力制定了如此完美的规章制度, 他的目的也很明确, 明帝国的所有问题, 我朱元璋都给你们解决了, 制度也有了, 方法也有了, 后世子孙照着做就是了, 我辛苦点, 没有关系, 你们就等着享福吧, 可惜呀, 这个世界上, 从来就不存在完美的东西, 任何制度都有缺陷, 任何体系都有漏洞, 朱元璋的这个体制也不例外, 事实证明, 他的体系经不起时间的考验, 而且还出现了很多朱元璋本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意外, 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, 限制大臣的权力, 然而后来的明朝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, 朱元璋规定老百姓不得四处流动, 而明朝中后期流民乘风四处游荡, 丝毫不受束缚, 朱元璋颁布了意志商业发展的条令, 并规定商人不得穿着仇杀等贵重衣物, 其实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正是从明朝开始, 那些本应该是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却穿金带银, 甚至登堂入室为官经商, 朱元璋严令太监不得干政, 可是明朝的宦官却个个都是重量级的, 朱元璋给他的所有子孙都准备了爵位和俸禄, 一百多年后, 他的很多后代都家道中落, 穷困潦倒, 朱元璋认为的这些可以用千年万年的制度, 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已经烟消云散, 甚至他的继承者们也不再认真遵守这些规定, 他们口中说着太祖惩罚万年不变, 实际上却是各有各的搞法, 偶尔有那么一两个脑袋不开窍的叫嚣着要恢复组治, 换来的是众人嘲笑的眼神, 甚至连当时的皇帝也不以为然, 如果我们细细分析一下朱元璋制定的这些制度, 就会发现很多问题, 比如他规定商人不允许穿好衣服, 限制商人的政治地位, 如有违反就要处以重刑, 这规定真的行得通吗? 农民有权穿纱却买不起, 商人虽然地位低贱, 但他们有钱, 有钱才能买得起那些贵重的东西, 农民没有钱, 所谓的权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, 他们连饭都不一定吃得饱, 哪里还谈得上穿什么衣服, 这不是拿穷人开心吗? 虽然朱元璋本意并不是这样的, 朱元璋制定的这套政策, 是适应明朝初年的情况的, 事实证明, 这些制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恢复, 但朱元璋虽是能人, 却不是超人, 他不会搞人间大炮时间停止之类的把戏, 他不能停止历史的进程, 当他把自己的这些制度和方法作为万事不变之法流传下来后, 这些过时的玩意儿在后人眼中就会变得荒谬和不适用, 并成为绊脚石, 朱元璋这一生有过很多厉害的对手, 顽强的张士成, 凶狠的陈有亮, 纠缠不清的北渊, 狡猾的胡维庸, 骄横的蓝玉, 这些人都是一代人杰, 然而他们都败在了朱元璋手下, 直到他遇到了最后一个敌人, 历史规则, 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改变原先的规则, 创造自己的体系, 但他错了, 无论他如何强大, 在历史的眼中, 他只不过是一颗小小的棋子, 他可以影响少数人于永远, 也可以影响多数人于暂时, 但他无法影响多数人于永远, 在解构了朱元璋的体系后, 红武时代还有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件, 是必须述说的, 特务政治是明朝的一个特点, 其代表机构就是锦衣卫, 锦衣卫这个名字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历史概念, 但明朝的人们提起这个名字, 那可是谈虎色变呐, 这是一个奇特的机构, 他原本只是一支军队, 是皇帝的亲军二十六位之一, 这些部队由皇帝本人指挥, 各有各的职责, 按说亲军整日在皇帝身边, 应该是个不错的职业, 但你可不要以为当上亲军就能飞黄腾打, 比如亲军二十六位中的孝陵卫就是守坟的, 整日只能和陵墓打交道, 如果不幸被选入孝陵卫, 恐怕一辈子也见不到活着的皇帝了, 相比而言锦衣卫就厉害得多了, 他是皇帝的卫队, 出行时负责保卫, 上朝时掌管礼仪, 所有锦衣卫的成员, 服装整齐穿着飞鱼服, 佩戴绣春刀, 正是由于锦衣卫承担着如此重要的职责, 且都是皇帝身边的人, 他们渐渐的成为了皇帝的耳目, 负责打探情报和惩处大臣, 这个机构的可怕之处在于, 他们不受任何部门的管辖, 只听皇帝的指挥, 他的机构也比较简单, 指挥使为最高统帅, 下设同志签示政府各二人, 签户十四人, 这些都是锦衣卫的高级领导, 明初加入锦衣卫的人, 都要进行严格审查和面试, 必须保证是良民, 无犯罪前科, 并经过精心挑选和各种训练, 顺利通过这些考验的人, 才能成为锦衣卫, 锦衣卫的主要职责是侦查大臣们的行动, 并随时向皇帝报告, 在大臣的眼中, 这是一群极为可怕的人, 洪武年间, 如果大臣家有锦衣卫上门, 他就会收拾好衣物和家人告别, 然后一去不返, 此外, 锦衣卫还负责收集军事情报, 策反敌军高级军官的工作, 如在后来的万力朝鲜之战中, 锦衣卫表现得相当活跃, 收集了大量日本军队的情报, 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, 锦衣卫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, 他们不受司法机关的管辖, 可以自己抓捕犯人, 并审判判刑, 在逮捕犯人前, 锦衣卫指挥会发给所谓架铁, 大家可能在电影《新龙门客栈》中看到过这件东西, 要说明的是, 架铁并不是身份证明, 而是逮捕证, 锦衣卫持有此物逮捕人犯, 不受任何人阻拦, 如有反抗, 可以格杀勿论, 由于锦衣卫拥有几乎超过一切的权力, 无论刑部还是大理寺, 见到锦衣卫都是避而远之, 锦衣卫还有自己的监狱, 称为赵狱, 紫狱名气之大, 甚至超过了刑部的天牢, 因为能被关进这个监狱的都绝非普通人, 往往不是大忠大善, 就是大奸大恶, 事实证明, 这些人的工作效率确实很高, 在胡维庸和蓝玉案中, 锦衣卫是咒服夜出四处打探, 以不怕杀错只怕杀漏的精神, 找出了许多所谓的同党, 并一一处决, 这两宗案件也大大提升了锦衣卫的名声, 毫无疑问, 这是一群可怕的人, 他们重拳在握, 除皇帝外不受任何人管辖, 是皇帝重要的统治工具, 但这一机构的创始者朱元璋, 也深刻的认识到了特务政治的危害, 他知道, 如果放任下去, 国家法律的约束性和权威性, 将荡然无存, 于是, 在洪武二十六年, 他命令撤销锦衣卫, 并下令所有司法审判行为, 必须由司法机关执行, 为了显示废除锦衣卫的决心, 朱元璋还当众焚毁了锦衣卫的刑具, 已是永不重开之一, 然而很多事情只要开了头就很难收尾了, 锦衣卫这个独特的机构将在后来的明朝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, 我们以后还会经常和他打交道的, 现在就先放下吧, 就在朱元璋逐步解决国内问题的时候, 明帝国的东北边界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, 这件事情对明朝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 事情发生在高丽王国, 高丽王国是王剑于公元十世纪建立的, 这个王朝取代了之前的新罗王国, 一直延续下来, 但他与明朝的关系并不好, 这是有着历史原因的, 在元朝建立之后, 发兵攻打高丽, 高丽最终不敌, 被迫屈服, 元朝统治者按其一贯的方针政策, 将本是隶属国的高丽归并为元朝的争东行省, 元朝还随意废除高丽国王, 通过王室的通婚, 将高丽牢牢空在手中, 从元氏祖到元末, 元朝皇帝先后将七位公主下架高丽国王, 这样看来, 和亲这一招永远都是有用的, 万一有一天双方打起来, 只要把七大姑八大姨的拉出来, 读一下家谱, 考证出阁下是我姐姐的儿子的堂弟的邻居等等, 就能把对方说的是木凳口呆, 收兵回家, 元朝的目的达到了, 经过长期的通婚, 三代高丽国王都带有元朝皇室血统, 当然了, 如果要算出到底是哪一辈儿的, 互相之间怎么称呼, 还是要翻家谱的, 正因为高丽王室与元朝皇室的血统联系, 在朱元璋建立明朝, 元朝统治者被赶出中原后, 高丽仍然跟随着元朝, 朱元璋很明白, 一个稳定边界的重要性, 他在明朝建立后, 就派遣使臣出使高丽通报国号年号, 希望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, 在利害关系面前, 亲戚关系是不一定管用的, 事情的发展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, 看到元朝败退, 高丽国王王砖便断绝与元朝的关系, 接受明朝策封, 趁机摆脱了元朝的奴役, 高丽王朝里还有很多人是元朝统治者的亲戚, 他们自然不甘心被明朝控制, 于是亲援与亲明的势力展开了长达十多年的斗争, 后来王砖十岁的养子江宁军新宇继位, 这位国王是倾向北原的, 但他为了不得罪明朝, 也派遣使者去为他的父亲请封嗜好, 高丽国王的嗜好按例由明朝确认, 明朝派遣使节林密蔡斌前往高丽, 这俩人在从高丽归国途中被人抢劫, 不但随身物品被抢, 人也被杀掉了, 按说这件事不一定是高丽干的, 因为在自己地盘上干这些活, 就等于在凶案现场写下杀人者某某某, 太过招摇, 此事恐怕是北原派人干的, 但朱元璋岂是好得罪的, 阴谋居然搞到了他的头上, 怎么能就此罢休, 他是暴跳如雷, 收回了给王专的嗜好, 表示绝不承认新宇的国王地位, 高丽也是一肚子苦水没法倒, 只好转而向北原请风, 获得了高丽国王, 争东行省左丞相的封号, 至此, 明朝与高丽王国决裂, 双方亮出了兵刃, 高丽国王决定动手了, 洪武二十年, 一三八七年, 冯胜和蓝玉率领军队打败纳哈初, 控制了辽东, 并在辽东设了铁岭魏都指挥使司, 控制了铁岭, 这可是一个敏感地带, 因为铁岭在元朝时, 就是元朝和高丽之间的国界, 高丽一直想占据这个缓冲地带, 明朝的军事行动, 无疑打乱了高丽王朝的如意算盘, 高丽国王心宇毕竟政治经验不足啊, 居然去找朱元璋, 要求获得铁岭的领土, 这一要求搞得朱元璋是啼笑皆非, 自己打了几十年仗, 就是为了几块地盘, 这位少年天子居然是异想天开, 想找连工资都不愿意多发的朱元璋要土地, 结果是可想而知, 朱元璋言辞拒绝了使臣, 这位高丽国王也正是血气方刚, 他调集各道军队, 于洪武21年1388年征讨辽东, 洪武21年1388年, 血气方刚的高丽国王调集各道军队, 征讨辽东, 那么这支远征军有多少人呢? 据豊朝太祖实录说, 这支军队一共只有近四万人, 而他们的敌人驻守辽东的明军, 刚刚打败了纳哈出的二十万援军, 在北援已经被击溃退守沙漠的情况下, 高丽的远征军有什么办法和这支酒精沙场的明军对抗呢? 新宇并没有考虑这么多, 估计他是按照高丽军队以一档石的比率来计算战斗力的, 这样看来, 新宇对当时的形势的认识是比较糊涂的, 但他派去打仗的将领却并不糊涂, 这支军队的统帅是曹敏修和李承贵, 他们分任左右军都同时, 李承贵一直反对和明朝决裂, 作为一名将领, 他清醒的认识到攻击辽东是以卵击石, 迫于上级的压力, 他还是率军队出征了, 大军到达铁岭后, 李承贵并没有发动进攻, 他呀另有打算, 这位统兵大将先做通了曹敏修的工作, 然后一咬牙一跺脚, 造反了, 他带领军队打回了老家, 废除了国王新宇, 建立了自己的王朝, 这就是著名的李氏王朝, 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, 李承贵派使臣向明朝称臣, 他向朱元璋递交了国书, 新人新气象, 李承贵废除了高丽的称呼, 这个新的王朝需要一个新的名字, 这个庄严的使命, 落在了朱元璋的身上, 他经过慎重考虑, 取朝日先明之国的意思, 为这个王朝确定了新的名字, 朝鲜, 从此, 这个名字成为王国的统一称呼, 并延续至今, 朱元璋亲自下令, 朝鲜为永不征讨之国, 明和朝鲜正式以鸭鲁江作为边界, 而朝鲜遵明为天朝, 并采用明年号, 此后朝鲜的历代国王继位后, 都要派使臣至明朝, 得到明朝皇帝的确认, 并赐予封号, 朱元璋和李承贵确定了明王朝和朝鲜和睦友善的关系, 也立下了双方守望互助的诺言, 后来的历史证明, 他们都遵守了自己的承诺, 李承贵的建国举动, 及明朝与朝鲜和睦关系的确立, 对后来明朝的发展产生了影响,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 对今天的文化传播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, 这是从何说起呢? 且听我慢慢道来。 在李承贵建立李氏王朝一百多年后的1506年, 李朝中宗继位, 在他担任国王的38年里, 有一位王公里的御医靠着自己的努力做出了一番事业, 四百多年后, 这位御医的事迹被拍成了电视剧, 在中国流行一时, 这部电视剧就是大长金, 这么看来, 李承贵那一咬牙的决定实在是影响深远, 朝鲜成为了大明的蜀国, 北渊也被打得奄奄一息, 躲到沙漠里整日是吃沙子, 强大的明朝终于平定了帝国的边界, 自圣唐之后, 经过数百年的漫长岁月, 中原政权终于不再畏惧游牧民族的进攻, 一个庞大的帝国又一次屹立起来, 他用自己的实力保证这个国家的臣民可以安居乐业, 经济文化可以不受干扰的持续发展, 在今天看来, 我们不得不说,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, 此时, 大明帝国的内部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, 战争造成的破坏已成为过去, 经济得以恢复, 国库建区充盈, 朱元璋对此也十分满意, 应该说, 他是一个好父亲, 好祖父, 幼年的不幸遭遇, 使得他不愿意自己的子孙受苦, 为了让继承人可以安心的统治天下, 为了维持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, 他为自己的帝国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系统, 他坚信, 只要子孙们坚守自己创立的制度, 大明帝国将永远延续下去, 但要保证皇位永远属于自己的子孙, 还必须清除一些人, 还有几位老朋友需要做个了断, 洪武二十五年, 朱元璋杀掉了四十年前为他算命的周德兴,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人, 这位已经被封为江夏侯的算命先生, 终于兑现了当年的算卦结果, 不逃不守则不及, 他是无处可逃, 也无法可守了, 洪武二十七年, 朱元璋杀掉颖国公傅友德, 一代名将就此殒灭, 与他同时被杀的还有蓝玉的副将, 在补云海战役中立有大功的定远侯王毕, 洪武二十八年, 朱元璋杀掉宋国公冯胜, 这位开国六公爵的硕果仅存者, 终于没有躲过这一道, 杀吧杀吧, 为了帝国的将来, 你不入地狱, 谁入地狱? 当年的伙伴, 一个个都被送走了, 事情终于可以了结了, 对了, 还剩下最后一个, 汤和, 汤和是很懂事的, 与胡维庸蓝玉不同, 他一向对朱元璋尊重有加, 而且他很早就看出朱元璋的强大与可怕, 所以他选择了放弃兵权, 安享荣华, 尽管汤和已经不再长兵, 朱元璋还是去看望了汤和, 这次探望在某种程度上, 将决定汤和的生死, 朱元璋见到汤和时, 他惊奇地发现, 这位当年英勇无畏的将军, 只能躺在椅子上, 嘴角流着口水, 勉强支撑着向他行礼, 汤和似乎也了解朱元璋的来意, 他以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眼神看着朱元璋, 那眼神中隐含着祈求, 陛下, 难道你真的一个都不留吗? 朱元璋懂得这种眼神的意义, 四十年前, 一群出身贫贱, 却胸怀大志的年轻人, 为了生存和理想, 挺身而出, 经历千辛万苦推翻残暴的元朝, 建立了大明王朝, 他们曾经憧憬过未来, 也曾互相许愿, 以荣华相见, 在走向成功的路上, 有人死去, 有人活了下来, 此时, 幸存者只剩下了一个站着的人和一个躺着的人, 朱元璋不会忘记, 四十年前的豪州城, 一个九夫长的身后, 跟随着一个千功的千户, 几十年的刀光剑影, 当年的朋友都远去了, 有些是为我而死的, 有些是我杀死的, 想来所谓孤家寡人, 就是如此吧, 汤河呀, 活下去吧, 那激荡岁月里英姿勃发, 生死与共的人们, 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, 陪我走完这段路吧, 我很孤独, 送走了许多的老朋友, 朱元璋终于放心了, 大好河山将永远掌握在自己子孙的手中, 烧掉粮工, 杀掉走狗固然是好, 可问题也随之而来, 蒙古骑兵仍然时不时的骚扰边界, 朱元璋老了, 他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纵横千里的年轻人, 长期的战争经历和繁重的公务, 压弯了他的身躯, 消磨了他的睿智, 且不说眼前的这些骚扰者, 万一将来又出个蒙古第二, 谁去抵抗呢? 年轻人还是靠不住的, 他们只会空读兵书, 战争不是儿戏, 需要严谨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, 此时能带兵有经验的都被杀掉了, 这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, 如同以前一样, 朱元璋总是能够想出解决的办法, 他找到了一个极有军事天赋的人, 这个人的能力足以完成保护国家安全的任务, 更重要的是, 这个人的忠诚是绝对可以信任的, 此人就是我们下一幕戏的主角, 朱棣。 治政二十年1360年四月, 根据可靠情报, 陈有亮即将率大军进攻应天, 兵力极为强大, 朱元璋的谋臣武将个个是人心惶惶, 就在这战云弥漫之时, 一位身份卑贱的妃子为朱元璋生下了一个儿子, 当然, 这实在不是个生孩子的好时候, 很多人都已经准备收拾包裹散伙了, 没人雇得上这位母亲和他的儿子, 朱元璋照例去看了看, 但也仅此而已, 对他而言, 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命, 儿子已经有三个了, 多一个不多, 少一个不少, 在险恶环境中出生的这个婴儿, 就是朱棣。 从一生啼哭开始, 一位传奇的帝王从此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, 自古有云, 善用刀剑者死于刀剑下。 对于这个婴孩而言, 生于战火, 死于征途, 似乎就是他一生的宿命。 朱棣的童年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度过的, 他的母亲并不是马皇后, 虽然明石路、成祖石路中曾经确认了这一点, 但种种证据显示, 他的母亲另有其人, 其身世十分神秘, 我们将在后面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。 朱棣在当上皇帝后, 改动了自己的出生记录, 但这只能骗骗后来的人。 现在看来, 这一目的也未达到, 当年他是不可能拿这些蹩脚的把戏, 糊弄朱元璋的, 虽然朱元璋很忙, 但儿子是哪个老婆生的, 他还是有数的, 也正是因为他的母亲身份低贱, 且又非常子, 从小朱棣就没有得到过什么好的待遇, 当然, 这是相对于他的哥哥朱镖而言的。 朱镖的母亲地位也不高, 但他是长子, 为人忠厚, 很得朱元璋的喜爱, 在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, 即明朝建立的同日就被立为太子, 而朱棣从小就被告知, 自己将来只能做那个高高在上的继承人的, 臣子, 当那个人登上皇位后, 每当听到他的指令, 也就是圣旨, 必须跪下并以虔诚的态度接受, 即使这道指令是让自己去死, 也必须服从并叩谢圣恩, 凭什么? 就因为他早生我几年? 这种不公平的待遇, 随着朱棣的长大是越来越明显, 朱元璋十分注意朱镖的教育, 他为太子设立了东宫, 而且派了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宋连来教导太子的学业, 他还专门指派了李善长兼太子少师, 徐达兼太子少傅, 如太子有疑问, 可以随时得到此二人的指点, 这堪称当年的最豪华阵容, 天下最优秀的文臣武将都聚集在太子身边, 在他们的熏陶下, 太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, 反观朱棣就不同了, 他出生时, 父亲朱元璋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, 虽然他从事的是比较特殊的劳动, 造反, 但在袁末那无数的造反者中, 朱元璋只是一个小本经营者, 过着有今天无明日的冒险生活, 自然顾不上这个并不起眼的儿子, 虽然后来朱元璋的环境日渐改善, 身份地位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, 但朱棣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优待, 这是因为随着朱元璋档次的提升, 他的老婆也越来越多, 而其升职能力也值得一夸, 在没有他人帮忙的前提下, 他一共生了26个儿子, 十多个女儿, 此外, 他还收了20多个养子, 粗略加一下这些人足够一个加强牌的兵力了, 如果朱元璋检阅这支朱家军时, 喊一声儿子, 朱棣被教导的概率大概是40到50分之一, 何苦生在帝王家呀? 和太子朱镖比起来, 朱棣的教育很成问题, 他应该没有受过系统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教育, 在他童年时, 正是朱元璋抢地盘的黄金时期, 除太子外, 朱元璋顾不上其他儿子的教育问题, 而且当时朱元璋手下最多的是士兵和将领, 做老师的文人并不多, 这就注定了朱棣从小整日见到的都是那些拿着明晃晃的刀剑, 穿着厚重铠甲的将领和缺手缺脚身负重伤的士兵, 而终日听到的都是什么今天砍了几个脑袋, 昨天抢了多少东西之类的儿童不义的话语, 慢慢的他也就被童话了, 即使在环境变好后, 朱棣也从来都不是朱元璋教育的重点对象, 没有像宋连那样的学者去教导他, 他虽有皇子的名号, 却似乎没有皇子的尊荣, 如果要以学习成绩来划分的话, 皇太子朱镖就是班里的优等生, 而朱棣则是不用工读书的社会青年, 毛泽东曾经对朱棣的文化程度有过一个评价, 半文盲, 当然这个文盲不是指不识字, 而是相对于当时皇家的教育水平而言的, 就史料记载和朱棣批改的奏章来看, 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, 他确实没有什么文采, 甚至还不如当年的诗学青年, 后来的自学成才者, 他父亲朱重八,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, 优等生往往干不过社会青年,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, 与他的哥哥不同, 在成长的岁月里, 他经常和武将们混在一起, 似乎谈论战场上的事情, 才能引起他的兴趣, 另外, 他和他的一个表哥关系也很好, 时常一同出去游玩, 他的这个表哥就是李文忠, 李文忠是仅次于徐达和长玉春的名将, 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军事能力已经超过了长玉春, 与李文忠在一起, 除了打仗外, 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, 这段经历让朱棣受益匪浅, 他学到了很多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军事经验, 朱棣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, 母亲身份低贱, 得不到朱元璋的多少宠爱, 他有三个哥哥, 二十二个弟弟, 所以虽贵为皇子, 却没有多少人关注, 浑似路边野草般, 无人照料, 最让朱棣难受的是啊, 哥哥朱镖可以享受一切优待特权, 他用的东西是最好的, 所用的礼仪是最隆重的, 文武百官见到他就跪拜行礼, 成皇成孔, 因为大臣们知道, 这个叫朱镖的人将来会继承皇位, 是新一代的统治者, 如果想保住脑袋官位, 就一定要拍他的马屁, 你朱棣呢? 你朱棣是个什么东西啊? 上不管天, 下不管地, 还是早点去你的封地, 当个土财主吧, 人比人是气死人, 什么太子, 大家都是贫农猪虫疤的儿子, 你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就认识你, 尿床捣蛋哪样你没干过? 还真把自己当龙子龙孙了, 谁不知道谁呀?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, 朱棣虽然不穷, 却是比较惨, 因为无论这个家多好多富, 将来都不是他的, 所以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的朱棣, 并没有同年龄人的天真, 他知道啊, 在这个家里, 要想得到什么, 必须靠自己去争取, 洪武四年, 十一岁的朱棣被封为燕王, 这并不表示朱元璋特别看重他, 因为据史料记载, 他的二十六个儿子都被封了王, 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, 十七岁时, 朱棣经朱氏婚姻介绍所包办, 迎娶了他的第一个妻子, 他的这个老婆, 是第一名将徐达的长女, 这样看来呢, 他的这次婚姻也包含了一定的政治色彩, 体现了朱棣和武将之间的某种联盟, 二十一岁时, 朱棣奉命到自己的封地上任, 地点呢, 就是北平, 其当年的大都,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, 此时的朱棣, 年纪虽轻, 却以宝尝人间冷暖, 看透世间悲凉, 身为皇子, 更能感受到那些大臣内官们, 屈炎覆势, 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径, 当然, 朱棣也明白, 这些人的行为啊, 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, 荣耀总是站在成功者那边, 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, 我一定要做一个成功者, 朱棣呢, 心里头总在这么想, 年轻时代所经历的一切, 已经将朱棣的人生角色定格为职业军人, 而这个角色也将伴随他的一生, 左右他的性格, 即使在他登上皇位之后, 当然客观的讲, 此时的朱棣并没有谋反的野心, 说到底, 无非是心里不平衡, 最多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, 作为一个不起眼的皇子, 他目前最重要的任务, 是在朱元璋面前表现自己, 以便在将来分遗产的时候, 能够多捞点好处, 红武二十三年, 他终于开始了自己人生舞台上的第一次表演, 此时距离捕云海大捷已经过去了两年, 当年的统兵大将日渐骄狂的蓝玉, 已列入了朱元璋的黑名单, 在这种情况下, 朱元璋自然不可能把兵权交给他, 在经过仔细思考后, 他把部队的指挥权授予了自己的两个儿子, 燕王朱棣正是其中的一个, 自从十年前被分封到北平以后, 朱棣就和自己的邻居蒙古骑兵打起了交道, 由于双方住得太近, 时常因为宅基地之类的纠纷闹点矛盾, 谈不拢就打, 打服了再谈, 遇到打不服也谈不拢的, 就让朱元璋出兵远征, 明将傅友德逢圣兰裕都曾带兵自北平出征蒙古, 朱棣虽是皇子, 但他明白, 在这些老将面前, 自己还太嫩, 于是他虚心向这些明将们学习, 丝毫没有皇家子弟的架子, 此外, 他还跟随大军上阵, 亲眼见到过刀劈俯砍你来我往的拼杀和血流成河, 尸横遍野的惨烈, 当朱镣在舒适的皇宫中学习孔孟之道圣人之言的时候, 朱棣正在戚风冷月的大漠里徘徊, 在满步失手的战场上前行, 并没有人教导他将来要如何去做一个好皇帝, 如何统治他的臣民, 对此时的朱棣而言, 在战场上活下去就是唯一的目标, 兵输那是不管用的, 别人的经验也不能照搬, 而要在这个战争中取得胜利, 只能依靠自己,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, 从失败中获取胜利, 在经历无数次残酷的考验后, 朱棣最终掌握了战争的规律, 他成长了, 从一个战争的爱好者成长为战争的指挥者, 良好的判断力和坚强的意志力, 使他最终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, 而无数次残酷的杀戮, 无数具无名无姓的尸首, 也彻底的冷冻住了朱棣的心, 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一群人, 第二天就变成了一群尸体, 在阵亡登记簿上, 可能也找不到他们的名字, 他们的家人更不会知道, 甚至在战后统计伤亡人数时, 这些人也可能会被当成零头给去掉, 谁会知道他们来到过这个世界, 谁会知道他们也曾娶妻生子, 有年迈的母亲吃奶的孩子在家里等待着他们, 在这样的地方, 生命是有价值的吗? 残酷的战场让朱棣更加深刻的认识了这个世界的本质, 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, 带着这样的意志和信念, 朱棣统帅着他的部队踏上了远征之路, 洪武二十三年, 朱棣三十岁, 他第一次成为了军队的主帅, 成为主帅带兵远征, 那曾经是他的梦想, 儿时他也常看见那些名将们出征时的情景, 那是一个多么光荣的时刻, 亮甲怒马, 惊奇飘扬, 数万人将听从自己的命令, 在自己的旗帜下是勇往直前, 其实啊, 这个战争也有他自己的美感, 勒马敌前一声令下, 万军齐发纵横驰骋, 这是何等的豪气冲天, 朱棣近乎狂热地喜爱上了这种残酷的美感, 当他披挂盔甲骑上战马的时候, 一股兴奋之情便油然而生, 长鹰在手, 敢问天下谁能敌, 这就是军人的快乐与荣耀, 此次远征的目标有两个, 分别是北原丞相姚柱和太尉乃尔布华, 朱元璋把兵马一分为二, 将一半交给朱棣, 另一半交给了晋王, 并亲自为他们制定了作战计划, 朱棣明白, 这次出征可以说是朱元璋的一次考试, 如果成绩好, 将来就有好的前途, 因此朱棣做了充足的准备, 他认为, 这次出征与以往一样, 难点不在于能否打败敌人, 而是在于能否找到他们, 基于这个正确的认识, 出征后, 朱棣并未鲁莽进兵, 而是首先派出几支青旗兵四处侦查, 经过仔细的探访, 果然找到了北原太尉乃尔布华的确切位置, 然后燕王朱棣带领部队, 静悄悄的出发了, 朱棣的军事行动是极其的隐秘, 乃尔布华竟然毫不知情, 就在明军军队即将到达目的地时, 天上突降大雪, 很多人认为风雪之中行军不利于士气, 要求停止进军, 军营中也是一片怨烦之声,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 朱棣却十分高兴, 他似乎是从蓝玉的身上得到了启发, 严令军队继续前进, 很明显, 朱棣的决断是正确的, 风雪之夜, 行军虽然辛苦, 但敌人也必然会丧失警惕, 因为他们也认为这样的天气不适合行军, 决胜的时机往往就在出其不意之间, 拿破仑曾说过, 绝对不要做你的敌人希望你做的事情, 原因很简单, 因为敌人希望你这么做, 朱棣的大军就如同当年蓝玉夜袭庆州时候一样, 冒着大雪向着敌人挺进, 当他的大军到达乃尔布花的营地时, 援军都惊呆了, 更让他们惊讶的还在后面, 这支远道而来的军队并没有发动进攻, 而是干嘛呢? 埋锅做饭, 安营扎寨, 麻烦啊, 明军跑了这么远的路, 吃了这么多的苦, 而自己又没有任何准备, 毫无提防, 如果他们立刻发动进攻, 全军崩溃只在旦夕之间, 可是对方却毫无动静, 看他们捂刀弄箭的样子, 也不像是来旅游的, 到底他们打的什么算盘呢? 朱棣并不是傻瓜, 他十分清楚此时正是进攻的最好时机, 毫无防备的援军可谓是一击即溃,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, 不是要讲什么风格混个公平竞赛之类的玩意儿, 而是他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, 在把部队安顿好以后, 他派人去援军大营见乃尔布华, 他要给乃尔布华一个惊喜, 果然乃尔布华一见来人, 是大惊失色张口就叫道, 他怎么又是你?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? 因为来者实在是个老熟人了, 死人是谁呢? 死人就是关童, 大家可能还记得, 洪武二十年的时候, 冯胜远征纳哈初, 劝祥纳哈初的正是这位仁兄, 这么看来他也算是老牌地下工作者了, 专干这类事情, 自劝祥纳哈初后, 关童的大名是传遍蒙古, 但凡有此人出入的消息, 蒙古各部落都如临大敌, 唯恐被认为是暗通明朝, 那可真是跳进捕鱼儿海也洗不清了, 关童和乃尔布华交情很深, 当年好友此刻相见, 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, 赵丽, 关童先讲了一通明军的政策, 比如优待俘虏啊等等吧, 然后把形式摆在乃尔布华面前, 你看, 你要是顽抗, 我们要是一动手, 你最多就是死路一条, 其实啊, 也不用关童说太多了, 营帐外明军磨刀的声音都能听得见, 再不投降, 磨刀时就要换成自己的脑袋了, 这个城下之盟不迁, 那是不行啊, 乃尔布华决定投降了, 他和关童一起去朱棣的营中, 办理这个投降手续, 这位北原的太尉对自己的对手朱棣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, 时机判断如此准确, 行动如此迅速,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 让乃尔布华意外的是啊, 朱棣以贵宾的礼仪来款待他, 并亲自到营外迎接, 乃尔布华受此礼遇是不知所措呀, 这个手忙脚乱, 搞了半天才想起自己是干嘛, 是来投降的, 他小心翼翼的提了几个保证士兵人身安全之类的条件, 朱棣表现得非常大度, 不但答应了这些要求, 还设宴招待了乃尔布华, 乃尔布华是万万没有想到, 向朱棣投降这么有面子, 有这么好的待遇, 十分感动, 马上就回迎召集人马, 列队投降, 就这样, 燕王朱棣人生中的第一次表演落幕了, 他没废一兵一卒, 殲灭了北援军的主力, 完成了出征目的, 他在这次演出中的表现堪称完美, 连投降的乃尔布华都十分敬佩他, 认为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, 史料上有关这次远征的记载, 基本就是这些, 简单看上去, 这似乎只是一次平常的战役, 但是, 细读之后啊, 却有毛骨悚然之感, 朱棣实在是太可怕了, 朱棣的可怕之处不在于他俘获了多少敌人, 而在于他这次军事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和心智, 他率领数万士兵远射千里, 顶峰冒雪, 历经千难万苦才找到敌人, 这就好比寻宝电影中一群海盗, 费心劳力疲惫不堪, 终于找到了宝藏, 相信所有的人在那个环境下都会极度兴奋, 就要发财了, 命运马上就会改变了, 当时的朱棣其实也是如此, 他千辛万苦才找到了敌人, 而此时的敌人也不堪一击, 只要下个简单的命令, 敌人就会被击溃, 可是他却没有这么做, 就好比海盗们找到了藏有宝藏的海盗, 打开了箱子, 看见了无数的金银珠宝, 头领却突然发话了, 大家回家吧, 把财宝留在这儿, 明年再来取, 如果有哪个不开窍的老大敢这么说, 只怕早就被部下给收拾了, 简单的战友那是小聪明, 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, 朱棣为了这一刻, 等待了很久, 眼看胜利就在眼前, 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呀, 然而他放弃了, 虽然是暂时的, 他没有理会磨刀祸祸的部下的催促, 没有下令去砍杀那些木凳口袋的援军, 他暂时搁置了自己将要获得的荣耀, 这需要何等的忍耐力和意志力呀, 这才是朱棣真正的可怕之处, 一个能够忍耐的人, 一个能够压抑自己欲望的人, 不要小看这个远征中的插曲, 如果你进行认真仔细的分析, 就可以从这件事情中获知朱棣的性格秘密, 在史料中, 关于朱棣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记载, 也代表着他的两种面孔, 一种是仁慈和善, 他经常和封地的老百姓在一起, 为他们主持正义, 爱民如子, 另一种是残暴施杀, 用油锅烹死不服从他的大臣, 杀死他们所有的亲属, 这似乎是矛盾的, 同一个人怎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表现呢, 可这些都是史实, 那么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, 答案很简单, 朱棣有着两副不同的面孔, 不是因为他有精神病或者是双重人格, 恰恰相反, 他是一个头脑极其清醒的人, 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, 这两副面孔绝不会同时出现, 他们分别有不同的用途, 和善慈悲的面孔, 用来应付服从他的人, 残暴凶狠的面孔, 用来对付他的敌人, 对于朱棣而言, 残暴是一种手段, 怀柔是另一种手段, 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是次要的, 达到目的才是根本所在, 对乃尔布花的宽大处理就是一种怀柔, 朱棣对这个蒙古人谈不上任何感情, 他何尝不想一刀劈死这个害他在冰天雪地里, 走了无数冤枉路的家伙, 从他后来的种种残暴行为来看, 他并不是个脾气很好的人, 可他不但客客气气的接待了这个人, 还设宴款待他, 这需要何等的忍耐力, 想到这里你不得不佩服朱棣, 他实在是个可怕的人, 三十岁的朱棣做到了这些, 在这方面他甚至可以超过胜过了三十岁的朱元璋, 三十岁的朱元璋用刀剑去争夺自己的天下, 三十岁的朱棣用银人去谋划自己的将来, 朱棣就像一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, 省略了所有花烧和不必要的动作, 将全部的心力放在那最后的藤岳, 以获得冠军的奖赏, 皇位。 当然, 当时的朱棣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做到这一点, 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, 是把俘虏的人数清点好, 然后回去复命, 似乎是上天特意要体现朱棣的丰功伟绩, 与他同时出征的晋王是个胆小鬼, 根本没有进入蒙古腹地, 用今天的话来说, 他还没有进人家的门, 在门口放了两枪, 吆喝两声就走人了。 有这么窝囊的兄弟帮忙, 朱棣一时之间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, 全国人民都把他当成民族英雄, 朱元璋也很高兴, 他赏赐朱棣一张支票, 面额一百万订的宝钞, 明朝的纸币, 其实这个赏赐不算丰厚,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过了, 红五年间的纸币发行是没有准备金的, 估计朱元璋很有可能啊, 是在见朱棣之前让人准备好了纸张, 印上了一百万订的数字, 反正他是皇帝, 想写多大数字都行。 如果朱棣聪明的话, 就应该早点把这张支票折线, 换粮食也好, 换布匹也好, 总之是在通货膨胀, 让这张支票变成卫生纸之前。 朱棣通过这一次的成功表演, 让朱元璋看到了他的价值, 获得了朱元璋的信任, 演得好不好倒在其次, 至少先混了个脸熟。 但这次远征带给朱棣的也只有这些, 并没有人认为他能够成为皇位的继位者, 他心里也清楚, 无论自己如何表演, 也无非是从龙套变成配角, 要想当上主角, 必须得到朱元璋导演的同意, 可是很明显, 朱导演没有换人的意思。 如果事情就这么样发展下去, 满怀抱负的朱棣可能最终会成为朱镖的好弟弟, 国家的边界守护者, 他的能力将用来为国效力, 他的野心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被永远埋葬。 就在事情已经定局的情况下, 洪武二十五年, 太子朱镖的死使得一切似乎都有了转机。